据传急速药水平和皇家宝石有bug 那么这期内容从头到尾来测试一下 首先游戏版面显示的秒伤 根据单位的原有攻速 可以计算出单位每下所能产生的伤害 45级的润土秒伤为545 攻速为1.2秒每次 计算出每下伤害为654 同理计算出18级皇家宝石 每下伤害增加126 18级急速药水平每下伤害增加106 然后列出一张理论伤害表格 内容为润土单独 润土带其中一个装备 以及同时带两个装备的每下伤害 包括多次攻击产生的伤害 先测试带其中一个装备增加的伤害是否生效 带上皇家宝石 两下攻击理论产生伤害为1560 对标一个高于1308生命值的建筑 实际可以摧毁1500生命值的15级加农炮 带上急速药水平 两下攻击理论产生伤害为1520 对标一个高于1308生命值的建筑 实际可以摧毁1500生命值的15级加农炮 理论成立 证明润土只带其中一件装备 伤害加成都生效 如果同时带上两件装备 两下攻击的理论产生伤害为1772 对标一个高于1560生命值的建筑 实际可以摧毁1740生命值的17级加农炮 理论成立 证明润土同时带两件装备 伤害加成可同时生效 那么如果润土开技能后 上述效果还能成立吗 首先需要了解急速药水平所增加的攻速 指的是降低了润土的每次攻击间隔 并不是把攻速折算进了每下攻击增加的伤害 画面中可以看到 带了急速药水平的润土 攻速明显要快很多 在打出第8下攻击时 没有带急速药水平的润土 差不多打出了第7下攻击 符合增加了18%的攻速设定 在急速药水平开技能后 通过帧数判断约0.5秒产生一次攻击 对比润土原始的1.2秒每下攻击 证明开技能后 被动增加的18%攻速 以及主动增加的100%攻速 可以同时生效 润土只装备急速药水平 开技能后 急速药水平的伤害加成失效 最后就是要测试开技能后 皇家宝石和急速药水平 是否同时增加攻击 按照表格同时带上两个装备 五下攻击的理论伤害为4430 对标一个高于3900生命值的建筑 实际无法摧毁4400生命值的实际地狱塔 证明技能持续时间 至少有一个装备的攻击加成失效 为了得到证实 需要找出两个装备 分开携带产生的伤害区间 这里用六下攻击 4560到4680的伤害区间 对标4600生命值的11几连弩 技能持续时间 六下攻击可以摧毁连弩 证明同时带上两个装备 技能持续时间只会生效其中一个装备 这里生效的是加成更高的皇家宝石 因为用的都是18级装备 皇家宝石的加成更高 那么技能持续时间内 是否取加成更多的装备 还是只会固定取皇家宝石的加成呢 又印凑了一个账号 一级润土每次攻击为408 8级皇家宝石 每下伤害增加66 11级急速药水平 每下伤害增加72 此时急速药水平的加成高于皇家宝石 重新列表找出区间 这里用了四下攻击 1896到1920的伤害区间 对标1900生命值的八级炸弹塔 技能持续时间内 四下攻击摧毁了炸弹塔 这次生效的是加成更高的急速药水平 是为了炸弹址 是非要炸弹塔 它的完善恨和意思不太